136斤女生不减肥的一天在西安从早到晚都吃了些啥 早上先来小南门早市吃了明星同款的菜盒 老板推荐韭菜粉条的 吃之前我没觉得能有多好吃 一口折服这么多外饶去 这个皮也太酥了吧 之前在网上横魂的那家肘子夹馍好像不卖了 就随机找了一家 一整个的肘子连皮带肉加上辣椒和洋葱 带着夹馍就去吃了旁边的豆花泡馍 馍和麻花要在豆浆里先过一下 再加上豆花 这一碗呢是10块钱 分量是真不少 再配上肘子夹馍真的是香到没边了 吃完肘子夹馍又来吃肉夹馍 要了一份双份的和一个普通的 这家店算是老四号吧 它的馍大 肉给的还很多 肉切的没有太细 都是大肉块 就是吃起来感觉有点偏咸了 不过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本人是麻辣糖终极爱好者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缩本地的麻辣糖 这家呢是有干拌的做法 先是一层麻酱 再是一层辣椒料直接盖满 牛脂款粉呢配这料不得相拽了 用大铁盘吃麻辣糖 就是很过瘾 吃完了补个口红 紧接着呢去吃下一家 你这口红是在哪买的呀 家人们我这些口红呢 都是在实货EPT上买的 上面的美妆呢两折其老划算了 像这只YSL呢才100多 我评论区呢新人还能360元的补贴 每一只鞋子都能用 还能抢海澜之谜呢 我也去看它 接下来呢解锁西安必吃的油泼面 看着造型应该是枯带面吧 它一份呢有三勺 再加上辣椒和蒜末 油一泼呢激发出香味 每一桌都会有一碗的蒜 一定要赶快拌开 一口面一口蒜 西安人民的快乐 我等了 碳水爱好者的甜糖我悟了 还有撒军桥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什么浸糕啊牛肉饼 辣汁肉夹馍 还有卤汁凉粉 重点就是我在几年前就特别想吃一家菜蛋夹馍 今天也是圆梦了 我问大哥最度又加几个蛋黄呢 大哥说六个 很多网红来都这么吃 所以咱们也消费了一个 主打一个来都来了 晚上来吃烧烤了 这家也是很出名的 它是分串的模式 不得不说它这个鸡翅烤的是真好吃 在西安就可以磨夹万物 夹馍从早吃到晚 西安真的太适合我们这样的碳水脑袋了 我直接爱疯 n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